中文字幕志愿者 作个人专辑 当作马高福的成年礼 殊不知这份成年礼 是一举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 最佳原住民与专辑 最佳原住民与歌手 年度专辑 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对 因为也是第一次写整张专辑 然后第一次跟这么厉害的团队一起合作 然后就觉得真的就直接入围无相 太难得了啦 就被吓倒 更值得提的是 马高福的首张个人专辑 《TREASURE宝藏》 是在族语专辑中 少见以基督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作品 马高福坦言 一开始只是想把20岁以前的生活 用歌曲记录下来 但创作到后面发现 原来信仰贯穿自己的日常当中 就是从来自小孩 但是从北部然后去到南部读书 然后在寒假的时候去参加冬令营 然后在一天晚上就是真的好像被神摸到的感觉 从那次之后就觉得这是我的东西 然后我很多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必须要一个人去面对我自己的感受情绪的时候 我就会就是跟神互动 跟神祷告 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 然后也在这个祷告里面 就真的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吗 还是平安 就是很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 这样的领悟也让马高福创作 《TREASURE NOT ALONE》这首歌 希望能抚慰 饱受犹豫症 遭遇症之苦的民众 虽然提及信仰不免 让人觉得庄严肃穆 但专辑中的歌曲却一点也没有所谓的说教感 更融入了hiphop 电子R&B的流行曲风 不禁令人感叹 阿嘎夫是什么都能唱的宝藏女孩 从没后悔被你吸引她上这条路 而你从不将你荣光离我身上借你路 一直跟着抱姐她们出去演出 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到了很多舞台上的掌握技巧 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才可以 就是好好的诠释这首歌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吧 就当大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是可以感受到平静 可以感受到快乐 虽然马嘎夫只有20岁年纪较轻 但他的努力与实力是获得金曲奖莫达的肯定 而最佳新人奖更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 因为大家都都是有备而来 然后一生也就一次 所以就是蛮期待的 从原本只是在家里创作的小女孩 到出了个人首张专辑 过程虽然有如云霄飞车般快速 但这趟旅程不只是梦 更是让马嘎夫能坦白说出 内心话的珍贵时光 原新人董道斯巴对优美台北市采访报道